大家好,歡迎收看每週港股 這星期的嘉賓是信會證券行政總裁沈陣營跟我們分析大師 大師,你好 你好 這星期初段時間,行指在十天、二十天線穿梭上上落落 去過24001至24400點之間,橫行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波幅很窄,只有幾百點的波幅 但成交又不錯,試過過千億的成交金額 但到星期五,就被導彈嚇一嚇,跌得深一點 接下來下個星期都比較多的假期,譬如有負置的長假 到底港股橫行是否已經完成了,有個方向是明顯一點 見到地緣政局那麼緊張,其實行指未來的方向會是怎樣 我想橫行了差不多三個星期 那麽差不多二百四千一、二百四千五 那終於今天就出現了一個突破 當然突破的原因呢,向下呢,就是因為美國射導彈 攻擊回俊尼亞 那但是呢,這個因素呢,我覺得不是主要因素 而是市根本就在墜著一些向下走的因素在這裏 那這次放飛彈的作為一個導火線 那令市呢,可能出現了一個向下突破的趨勢 那因為背後呢,其實我覺得最關注的,反而是聯儲局 究竟什麼時候縮減那個資產負帶表的規模 那樣東西啦,這件事就意味著正式的真是退市了 將過往印出來的銀紙慢慢收回去的 那所以呢,這個是重點來的 那時候,市政府要做調整,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年升了三個月 那麼,那位暫時來說呢,穿了24,100 壓穿了24,100,在這裏呢,很難增持一陣呢 我估計呢,短期間呢,應該就是市內23,800那些位 那些位,回補回三月頭的那個上升跌口 之後再決定回市還有沒有反彈的動力 而看會不會深到去,比如說23,400那些位的 嗯,其實呢,看到向上都比較大阻力 你的股呢,真的有向下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這個星期呢,其實市都很明顯是炒股不炒市 最熱炒的概念呢,就是那個洪安概念股 但是,部分的熱炒股份在星期四呢,已經是開始腳軟了,退軚了 但是這樣啊,大師這個是千年大計來的嘛 短時間,我們當它見頂那樣好了 但是,攤動之後,是不是可以撐回來呢 撐什麼呢,譬如說,那隻金月,四個四個多 現在回回來的話,會不會遲些可以撐回來呢 講的是千年大計,一定是很長時間啦 但是當然,估計不會等一千年的 但是呢,短期走得太快了 那整個計劃呢,其實過往呢 習主席上台有三大計劃的 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大,和京津期 那現在呢,雲鴻安這個新區的概念呢 是配合回京津期的那個概念的 那所以呢,其實只是整盤大計裡面的一步一步而已 那也都這樣說啦,之前大家看到啦 炒完一帶一路,其實是大計來的 但是,已經是剩了很久了 京津期又是啦,長江,新長江 長江的經濟大都沒有什麼炒過 那,所以來講呢,有時候呢,可能呢,就說這些計劃呢 講出來的時間,會是一個炒上的藉口 但是之後呢,會沉寂一段時間呢 才慢慢會組織回新一輪的聲浪的 所以呢,我覺得不需要急的啦 這個啦,炒完的啦 那等他回饕夠的時間呢 才重新找一些具體的概念啦 那當然你剛才說的金魚呢 那當然,就是直接是真的受惠於整個鴻安的計劃的 那但是,也都升了太多啦 那我就覺得呢,就等一等先啦 不需要急,也都可能可以調整一下那個幅度 都會很深一下的 那大家慢慢到長線來看的時間 等市場跌定了呢 才想,就是作一個中長線的部署啦 嗯,好啦,個別股份方面呢 其實呢,去到星期五啦 雖然市是回到很多 但是呢,也有部份的移動股升得不錯的 那我們看看聯想系呢 那本身呢,聯想992呢 最近都是走勢軟強的 那去到星期三呢 曾經去過5.38這個高位 突破了1、2月份的雙頂那個位置的 那至於他沒有公司啦,阿媽啦 3396,聯想控股更加厲害 那在星期五呢,今天呢 也都是呢 再創1、2、2年的新高的 那到底有些什麼因素帶動聯想系呢 最近的強勢呢 那我想聯想是第一就跌過了 那沒有公司來計呢 就是和聯想它本身的業績呢 在過去那一年半呢 都不是有好的表現的 那股價也是累積了一定的跌幅 那其實來說呢 譬如說以他的兒子呀 992來計呢 呢,之前呢 其實已經做了一些低位 4.34那些呢 已經是反映了壞的因素了 那接下來會有改善空間 那很簡單的 如果聯想OK的 水漲全高啊 那阿媽 那聯想控股也都可以呢 順勢越上 和聯想控股它自己本身還有很多的 其他的業務啦 屬於綜合性的企業啦 亦都有房地產的東西啦 那所以來說呢 我覺得呢 這個是配合其他業務 現在其他板塊的 聲勢 而去上升的 那當然我覺得 就急升一大浸的 休息一休息 再重新部署國啦 那其實長線來計 我覺得現在這些位置 都是屬於系列的 那選哪個號啊 992號還是3396號啊 那我個人呢 就暫時呢 那我會談論一些都是部署主席992號的 聯想控股閘旗的 那因為為什麼呢 我始終覺得 他在電腦業那個呢 已經是獨自無頭的了 就另外一手經驗呢 就在改善 而這個改善的空間是很大的 也都是在上一季度 就是人家說他差 其實是很多因素呢 令到他沒反映到他實質的那個 經濟力而已 那所以來說呢 我反而覺得呢 未來那個上升的動力來計呢 或者幅度呢 992號會是比較好的 大師說到這麼多股份呢 有沒有持有以上的股份呢 現在暫時沒有持有 多謝大師今天的分析 每週港股呢 今天暫時節目到這裡了 下個星期再見